歡迎來到校偉彈軍室 我們今天還是歡迎我們的主角的詩校偉先生 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校偉彈軍室 你是校偉的校偉喔 校偉哥其實我們現在點閱率越來越高了 越來越多人加入我們校偉彈軍室的行列 謝謝大家的參與 有大家的協助我們會把節目越做越好 所以今天我們從衣服開始 感謝大家 我們今天從衣服開始 校偉哥這件衣服看起來不是普通的Polo 3 校偉哥說明一下這件衣服的哪有 RJ眼睛很尖 發現這件Polo 3它是來自於哪裡 它是來自於美國的經典飛機博物館 這個經典飛機博物館跟我們中華民國有什麼關係 我跟你說 這個經典飛機博物館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跑去今天岡山的空軍軍事館 裡面有一架B-66 這個飛機就是由這個經典飛機博物館跟它交換過來的 對不起是B-26 就是B-26其實這個飛機也很有意思 二戰的時候有一款B-26轟炸機 但是二戰的B-26轟炸機 不是今天我們看到B-26 二戰時候的A-26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B-26 這架飛機它當時由明基博物館跟我們交換 而且最特別的是 這架F-104戰機還不是從空軍出去的 也就是說當時經典飛機博物館 它換這架飛機過去以後 它是希望把這架飛機按照換過去的時候的塗裝 而且要把它恢復到能飛行的狀態 是 所以你看這件事情距今大概也有個四五年了五六年 所以當時他們其實從南到北去挑了空軍所有的F-104戰機 因為我們知道F-104戰機在1998年 也就是民國87年除役以後 那我們知道除役飛機自然而然就丟在外面 風吹雨打日曬雨淋 還有當作防空誘敵機 我們如果去那個時候去很多空軍基地開放 現在也有 你會看到這個基地旁邊的這些土機堡裡面 會擺著像F-104或F-5 現在當然F-5比較多 新竹也只剩一架F-104還在這個土機堡裡面 那這些在土機堡裡面飛機就做防空誘敵機 那他們當時為了要找一架 就說因為我們講到飛機在外面 風吹雨打日曬雨淋 所以它的零件會受到雨水的侵蝕 產生生鏽 然後鏽石的這個狀況 那這種鏽石的飛機你就沒有辦法修了 是不是 所以他們那時候從南到北 最後終於在逢甲大學找到這架F-104戰機 四四兩洞 而且這架四四兩洞 其實它當時換去的時候 為什麼會說是當時找到條件最好的一架腰洞室 因為逢甲大學航空系 他們當初把這架F-104四四兩洞 接收過去的時候 它是作為航空系學生的實習教具 所以它那個時候是擺在室內的 當然後來又因為室內場館的關係 它把移到室外 但是當經典飛機博物館去的時候 這架飛機才從室內移到室外 沒有多久 所以飛機其實還沒有受到非常嚴重的 這個台灣氣候破壞 所以他們就決定用這架飛機 跟我們換那個B-26 那當然我們這架四四兩洞就去了 經典飛機博物館B-26也來了 一開始做戶外展示 現在是擺在室內 而且其實當初換的這架B-26 它也是可以飛的 經典飛機博物館 它的這個館長訴求 它飛機不再多 但是它希望它能夠收集到的飛機是能飛的 當然了就我了解了 這架四四兩洞去了以後 到目前還沒有重新恢復飛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一直苦於發動機的缺件 他們發動機還是有一些零件找不到 所以我們知道以噴射機來說的話 發動機的零件要齊全 然後要上試車台測試完成 然後能夠完成它的整個 包括像軍用 還有後燃器的推列測試 而且要合乎它過去的測試的規格 以及這個程序 完成測試以後才能裝機 裝到飛機上 然後進行試飛 試飛完之後放飛 然後才能夠進行試飛 當然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看到最近挪威 挪威去弄了一架 加拿大的雙座的腰動式 搶先離步 他們已經完成試滑 而且他們也已經重新做了一次 停的那架飛機 廚藝多年後的首次升空了 真的喔 好厲害喔 那J79還找到料料件 J79還找到料件 我想可能是他們當時 就是說挪威空軍 他們可能有一些倉儲的這些料件 那沒有遭到 或者說是反正 就是說這些人 他們在找這些零件的時候 真的可以說是搜羅全球 這個所有可能的供應商 那像以我們來講 他們為了要找這些FV104的料件 其實也探索了國內各大的大專院校 然後也去問了空軍還有沒有剩餘的料件 那當然啦 其實以軍方來講 裝備除以後 那所有東西要幹嘛 要除漲 除漲以後 那好 那你就把 要嘛就是廢料廠 要嘛就是看哪個機關團體學校公園 要收留他做展示機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 104除以後有相當多的FV104戰機 成為了這個除漲展示機 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當初國軍對於飛機除以以後 他們其實也並沒有考慮到一個動態保存的問題 因為當然就在國內來說 本身它並沒有這樣一個環境跟條件 所以呢OK 自然而然的這些除漲機通通爛光了 是 不過笑偉哥 為什麼說你跟FV104有很深厚的關係 對 因為你當兵也在新竹啊 但我們知道其實 新竹空軍基地是耀東市最後的家 對對對 那在台灣一共服役的F耀東市 有高達278家 對 但是而且在台灣就是 勢炸了台海30年的時間 然後它飛的飛行時數呢 超過了當時洛克希的公司 那時候還不是叫洛克希的馬丁 洛克希的公司的想像 飛到接近6000飛行小時 這嚇死人 好 不過這個是耀東市 來講講您的部份好了 所以 笑偉哥 你那時候在新竹空軍基地當兵 這件事情是怎麼樣的一員分 你怎麼會有辦法 剛好在新竹空軍基地當到兵 好啦 當然啦 既然講到這個部份來講 就是說 我想我很幸運的部份 就是說 當兵的時候 就是抽籤 抽到空軍 說真的 我們當年還在當兵的時候 我想這個RJ應該有相同的經歷了 首先你高中畢業的時候要抽一次兵籤 對不對 然後大學畢業的時候還要抽一次兵籤 然後大學畢業那次兵籤 你只要大學能夠畢業 基本上就把你高中那次的兵籤就推翻了 沒錯 所以我那個時候高中是抽到陸軍 然後大學那時候是抽到空軍 你跟我相反 真的 我高中抽到空軍 就大學抽到陸軍 那你當時應該好休學去當兵的 因為我跟你講真的 我自己軍旅生涯的經驗 我可以跟你百分之百的保證 就是空軍的兵比陸軍的官過得還舒服 各位觀眾不要打我 大澎湖兵的觀眾不要打我 對 那當然就是說 當時我後來大學畢業以後 然後當然在入股服役的時候 當然就很幸運的 分發到這個新竹空軍基地 對 這不是靠關係講進去的 呃 這是機密 OK 然後那個 當然也是有一些朋友的幫忙 這是真的 我不能說過去的就是推翻 的確是有朋友的幫忙 然後區間的協調 所以剛剛好也才引指到新竹空軍 那全台灣那麼多基地 為什麼你就飛要到新竹去不可 這個我們RJ問的 真是問得非常精準到位 因為Divo真也非常喜歡F104戰機 那當然很多我的朋友 當然這個是事後的 就是說我很多朋友 這個那個抄我email的時候 都會發現我的email前面 那就是at前面對不對 絕對是mrf104機 意思就是mrf104機的意思 那其實因為在服役之前 就是我大概在大學生涯之中 因緣際會的認識了好幾位 非RF104的飛行員 是 真的是非RF104的飛行員 像很有名的那一位曾經 這個在有海上漂流記 也有荒山歷險記的 這個張富一教官 不過當然很可惜的是 張富一教官在四年前 已經離我們而去了 因為身體退伍以後後來的 那個病症的關係已經離我們而去 就是我對F104這個整個生涯裡面 就是說或所有他相關的 這些人裡面來講 讓我非常難過的一件事 因為他才大我十歲 好那當然就是說我剛剛講 服役前認識很多 飛F104的飛行員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想說 那你竟然要當兵嘛 來我們對上如何啊 對啊那我當時也很開心 但是後來在運作的時候 來有一些小小的這個可以說差錯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空軍第十二戰術偵察機隊 在桃園 他是四東一連隊 然後但是新竹空軍基地呢 他是四九九連隊 也就是說你要去十二隊 你其實要分發到桃園才去得了 那就後來分發到新竹 然後分發到新竹也怎麼講呢 那時候分發之後呢 最後在我們新竹基地 專門管運輸的一個叫車輛中隊 然後中隊部擔任行政的這些工作 那當然就是說既然好 我剛剛講了既然是當兵之前 就認識一些飛F104的徵兆機的飛行員 所以自然而然的 不管是在基地開放啦 或是後來去日後的這個私下拜訪啦 其實也真的還有不少機會 真正親自去看了 很近距離的摸了F104戰機 那可以說是我整個這個軍事迷 或說航空迷生涯之中 我個人覺得非常讓我覺得非常值得紀念 而且非常光榮的一段歷史 因為你看到現在很多航空迷 他們都號稱他們當時是看到 104才開始去拍的 其實呢我跟你說 他們大部分是有了幻象跟F104 同一個時間 也就大概民國86 87年 也就是1997 98年開始拍的 其實現在絕大部分的航空迷 幾乎都是那個時候開始的 那像我們那一輩 甚至比我資深的那一輩 他們當然是因為喜歡腰洞四的戰機 因為說真的 現在的這個觀眾朋友可能很難體會 或者你可能要上YouTube影片去 才看得到 因為F104這個飛機 第一它的線條非常流線 就像一顆飛彈裝個兩個翅膀 然後前面再弄個架子艙塞個人進去 所以當時腰洞四出來之後 有一個外號叫人類最後的友人戰鬥機 當然啦後面還是有一大堆飛機友人 但是它當時由於 它在當時的這個環境世紀系列裡面 跟其他的什麼F100啦 101啦 102啦 105啦 106啦 比起來來說 你會覺得它是一架真正純粹的 噴射戰鬥機 你不可否認吧 F100 F101 它可以說是一種戰鬥轟炸機 特別是F105 它根本是個轟炸機 對 那F102跟F106 它是一個藍機 F106很美耶 對 身腳翼很美 但它其實是一個攔截機 對 它是美國本土防空用的一個攔截機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個線條什麼都不一樣 而且再加上 就是也因為F104在當時來講 可以說在世界各國美國的盟邦 特別是北約 非常國家 多的國家愛用 然後我們鄰近的日本啦等等 也有大批的這個F104 再加上最特別的是什麼呢 F104它有那種狼嚎般的這個聲音 從你頭上飛過去 你如果待會把Youtube剪進去 你會發現那個聲音真的非常特別 你知道嗎 而且你站在地上 你聽到F104的這個狼嚎聲 你很難不駐足 然後去對它行駐目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當時看到這個飛機以後 就深深愛上Youtube剪 不過當然啦 在我進去服役前的那段時間 那其實可以說是 Youtube剪在台灣 從高峰走向這個低谷的一個時代 嚴格來說我看到F104的高峰期 我有看到過 就是我剛大學入學的時候 我記得我大學入學的時候 剛考上大學 那是民國78年 也就是1989年 那個時候空軍第一次 就是辦這種大型的基地開放 而且那種基地開放 過去當時空軍的基地開放 都是你人可以進來 但是你不可以帶相機 然後有一大堆限制 但是那一次 從民國78年的 814空軍節系列的開放 我們開始開放帶相機 我還記得非常清楚 那時候我剛考上一個大學 一個小矛頭 你知道嗎 跟我一個補習班認識的好朋友 現在在聯合報 擔任軍事記者陳嘉文 你看我們兩個人 滅元啊 這麼久啊 對 我們兩個就約了當時 就他因為他有個學長 是盧德雲 在聯合報 那時候是在首都早報 當軍事記者 然後就得知這個訊息 然後就約一約 還包括 我記得是 目前在航空歷史學界 也非常有名的 一位傅敬平 傅大哥 然後我們幾個 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吳先生 我們幾個人 就一塊從台北做了 還是公路局的客車 你知道嗎 然後到新竹 然後進去 那時候他沒有飛頭的 都沒有 只有公路局 而且還不是國光號 中興號 對 搭中興號到新竹 然後進去 然後那時候我還記得在車上 傅敬平 我學長戴了這個相機 然後盧德雲 首都早報的軍事記者說 你戴相機幹嘛 你飯傻了你 這怎麼可以拍照嗎 然後傅敬平學長就說 我戴啦 試試看嘛 看在那邊拍嘛 然後我在旁邊 因為我剛好 我那時候在中正高中 剛畢業 那時候我們中正高中 有一位張永茂教官 他再來擔任教官前 就是新竹基地的政戰官 所以我就拖他幫忙打電話問 可不可以戴相機 然後他竟然跟我說 他問了他還在那邊的 基地的同事 說可以沒問題 然後我馬上就補一句 可以啊 我請以前學校教官幫忙問了 他說可以戴相機啊 然後馬上盧德宇臉色的大殿 蛤 居然可以戴相機啊 對啊 好 那當然我們就 傅敬平那台雙眼相機 就很負責的幫大家拍 可惜沒有長鏡頭 那一次的這個開放 說真的可以說 他做的非常親民 為什麼呢 地面上我記得有12架 妖動寺 三那個單座雙座都有 還有S2E 各位 是S2E 然後還有一些空用地樁 擺在那個大屏上 然後呢 沒有違憲 哇 沒有違憲 對 對 對 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那當然我們就老實不客氣 飛機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偷偷摸 你知道 完全滿足了那個 你知道 這個 飛機迷 對一下飛機的這個 你最希望能夠做到 再加上我們住台北嘛 你也很少看到嘛 然後真的是從頭摸到尾 而且我還記得 那時候能不能還爬到 那個架子艙旁邊的 那時候架子艙裡面 坐一個飛行教官 很年輕 一個中尾 叫什麼 67期的薛捷 他後來還是換裝 換向的這個重要的飛行員 好 那一整天這個採訪下 那個 那個參觀活動下來 說真的 從那一刻開始就愛上了這個腰洞使 而且那一天啊 你會看到新竹基地 它基本上是維持一個日常的 戰備任務 就是說飛機有訓練 然後有這個戰備 而且甚至於那個時候 還沒有換55批頭盔了 還是過去的那個HUG-12A的那個頭盔 然後而且 甚至於後來 很有名的 就是在我們參觀過 新竹空軍基地的時候 我們是78年8月去的 79年3月 其實那時候就發生了一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飛安事件 新竹空軍基地有三架 F-12 對 遙洞使在同一天 其實根本就隔幾個小時 後來當時的那個中隊長 就是我在服役的時候 大隊長 一個無上校 他那天的那個情況是 我記得他跟我說 他有聊到 就是說那天基地本來 大家在開這個 國父紀念月會 月會那類的事情 那大部分的官兵 其實都坐在這個中正堂 然後呢 後來等到這個飛機回來的時候 第一時間 因為三月的時候 那個北台灣天氣 經常會產生巨變 然後一下這個封面來了 然後這個封面來的 這個暖世空氣 可能就讓這個新竹 桃園一帶 這個天氣 晴空順編 變這個多雲有霧 然後在當時的這個情況 他那時候那一批任務機 五架回來 大家都還聽到 那五架飛機 就那個完成任務 從這個機場上空 編隊通過 五架洋用室 哇 那聲音非常大 然後呢 但通過以後呢 然後開始 大家開始編隊解散 他們本來呢 一開始前面兩架飛機 做叫本場GCA 就是Local GCA的那個 GCA的這個降落 但結果降落以後呢 要發現這個GCA故障 所以呢 這個時候他們就改成 用泰康導引 泰康其實它本身 叫Tactical Air Navigation的意思 就是戰術空中導航 它本身其實並不是一個 非常精準的一個導航方式 然後所以呢 在做這個 那個泰康進場的時候呢 當時由於風向變了 本來在三月通常都是開動物跑道 也就是飛機從那個往東北方起飛 然後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風向變了 所以飛機要改成那個 要改成那個朝那個西南 兩三跑道 所以就在跑道變換之間 那個飛機機場的導住航設施 又故障 GCA故障 改成泰康 所以當時 4421那架飛機 就在先坐那個本場泰康進場 就是沿著基地 飛一個12里的圓湖的時候 在哪裡 在那個新風鄉 這個山陽機 那個汽車的這個試車場 飛機撞了 就跟那個就墜毀了 那當然飛行員很年輕 然後那架飛機就4421號 那架飛機 我們當天 我剛剛講 我們基地開放那天當天 我們還有拍到它 從我們前面滑過 所以那張照片 就成為傅近平板 就是所有的這個 4421的遺照 那後面緊接兩架飛機 4385跟那個4368 兩架飛機 他們已經知道前面飛機 已經出世了 但是他們就改成一個比較長的 從這個桃園 那個大概南桃園這個地方 做一個長的這個五邊進場 但是長五邊進場的過程中 他們有可能 當然他們是推測吧 推測有可能是把這個桃園 南桃園的這個台地上面的 漁溫上面那個反光 看成機場跑到頭的騎馬燈 然後飛機就降下去 因為他們看兩架飛機 觸地的軌跡 完全是保持一個緊密的編隊 然後在漁塘的這個台地上 留下兩道非常長的這個痕跡 所以他們推測了 這種東西 因為人已經走了 你很難能夠再重建現場 只能說從飛行員的經驗去推測 這個可能是把那個漁塘上面的這個反光 看成騎馬燈 然後就落了下去 所以當然啦 其實日後 我們看到就是79年 新途基地依然開放 而且那時候 第一次他們開始 從國外這個基地開放中取經 讓這個F104 在大家面前表演一個大樹專身 F104的這個大樹專身 我跟大家報告 你如果沒有看過的話 我跟你講 那真的只能用震撼兩個字來形容 因為它飛機就起飛以後 在外海大概加速到0.9馬赫左右 然後飛機朝向機場 那個沿著跑道飛進來 而且它還會壓機頭 壓機頭速度又更大 然後大概在那個飛機的這個本場 就是差不多我們講的 跑道中央點的這個上空 它飛機會加速到時速550海里 550海里乘一乘 大概就1000公里上下 然後這時候用4個機 把機頭拉起來 你會先看到飛機衝上去 然後飛機衝上去以後 大概到你頂點這個地方 你才會聽到 轟的一聲 那個厚燃氣的聲音過來 所以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過癮 當然等到就是說 79年開放 然後80年開放 80年開放那次在清泉崗 那次由於剛好在國慶前後 各摔一家腰東四 那一年真的是10號開放 是F腰東四最後一次參加國慶閱兵 那一年是華童演習 李千總統崩慧先生主持 然後10月9號 新竹基地摔了一家腰東四 10月11號又摔了一家腰東四 所以在那兩次連續失事以後 當然10月 當年10月25號的清泉崗基地開放 當時F腰東四就只有表演地面滑行 說真的那次就沒有看到他飛 然後後來你說再看到他飛 大概也是民國81年 我記得應該是82 甚至應該84年左右的基地開放 因為之後那一段時間的 84、85年的基地開放 因為那時候F-104就一直面臨到 就是飛機要提前除役 或說做天安特檢 或是新安計劃、報安計劃等等 就剛剛我一開始跟主持人講的 原本在我78年 就是1989年考進大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我們中華民國空軍 運用F-104大概可以算是 單位數量最高的一段時間 那個時候清泉崗的三大隊 七、八、二十八三個中隊裡面 七中隊是滿邊的F-104J 然後當時就是過去 阿里山二號、三號、四號、五號 剩下的這些腰中四 然後加上少部分阿里山 八號跟十號的腰中四 撥給清泉崗以後 八中隊跟二十八中隊也是滿邊 然後新竹四十一、四十二、四十八 三個中隊滿邊 桃園十二隊基本上來講 大概那時候數量也很接近滿邊 雖然說他們也摔 那時候已經摔了一些飛機了 但是那個時候可以說是 中華民國空軍F-104數量的頂點 我看過那個時候 但是我剛剛講到後面 就隨著一連串的飛安事故 然後那個 土戰率降低 土戰率降低 然後規模縮減 到我快要大學畢業前 最後一次當然對F-104最衝擊最大的 就是張福利教官第二次飛F-104試試 他那時候飛機摔在那個司馬庫斯山 然後人在空中彈射 然後就是經歷了他個人生涯中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叫荒山歷險記 怎麼一回事呢 因為我們剛才的老朋友 所以他親口有講過 他說他那天執行 十二隊飛機的試飛的任務 當時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說其實當時空軍的艦輪 大概差不多還有四十多架 清泉鋼大概有十多架 約一個中隊 他們那時候已經開始在四地 接收新的FC-K-1經國戰機的 但數量不多 所以大概那時候清泉鋼還維持有一個中隊多的 腰凳四戰機 那新竹大概加加總總有 大概維持兩個中隊四十架 然後桃園的話 因為為了要讓F-104的這個維修統一 所以把十二隊移住到新竹 所以那時候其實當時空軍 其實也已經忍受到就是J-79發動機的 這個時速的這個問題 然後甚至零件的不足的問題 所以甚至於他們去進行拆拚 所以他們那時候唐院長之前在接受專訪有講到 他那個時候就是空軍其實在料件裡面 有找到一批料件你知道嗎 就是基本上來說 他出口的時候就只能做零件拆拚用 但是呢 檢察員發現這個時速很低 因為我們知道以坐飛機的這個飛行評估來講 都是看飛機的時速嘛 不管你發動機也好 機體都是看時速 甚至於最後他們做付飛檢診的時候 也是挑時速 所以這個時候又很妙的事情 大概後面再講 然後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發現這批時速很低 那時速很低就不用白不用 所以他們就把這批發動機 特別是J-79發動機 它有前級跟後級 其實這個前級跟後級壓縮 其實大概就是因為前後一共 17道壓縮機頁片 所以他們把後面就是比較高壓這一段 他們是做後級壓縮 所以他們把前面低壓段 把一般的J-79跟後面這批只能做零件拆拼的J-79鬥在一起之後 他們上試車台去試 也都OK 後來張夫妻教官講 他說他那天執行試飛的科目 這邊又跟大家說 F-104試飛 真TMD的好看 為什麼TMD的好看你知道嗎 就是他的飛機的這個模式 第一他飛機的外載就拿掉 他要試飛 好我們叫我們在那個停機線 我們管這個叫CLEAN外型 CLEAN乾淨CLEAN外型 他的那個一間油箱會拿掉 然後飛機到跑到頭 然後飛機油門加滿 他就鬆剎車開始滾行 全後燃氣滾行 大概在這個情況下 F-104大概只要4000英尺就可以離地 對4000多英尺就可以離地 而且離地以後 他並沒有拉起來 他反而是吹平 然後飛機就維持在 你可以看到機場跑到兩邊 不是有那個叫機庫堡 就有頂的那種 大概維持在比那個高度高一點點 然後水平加速 然後大概破12000英尺 就是跑到頭的時候對不對 垂直做一個4G的帶桿 我跟你講你如果那個時候人剛好在 就是放飛的另外一側的 這個跑到頭那邊等紅綠針 我跟你講你會被AV炸到 哇真的全身舒暢 我一點都不蓋你 因為他剛好拉上去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點 你就從你前面這樣畫一個線上去 然後你就看到小小的一個紅點在那邊 然後在1萬英尺消失 消失不是因為怎麼樣 是因為1萬英尺 那飛機已經小到你看不到了 然後一咪咪小小的 然後你就聽到那個 他開始轉向 然後他起飛之後開始 如果是像朝動物的話 他會朝海邊先拉出去 然後做一個水平轉彎之後 從基地正上方朝向中央山脈飛去 張副毅教官他那時候就講 其實他所有的試飛科目通通做完了 只剩最後一個高速 就是測飛機的高速 然後那時候他飛機1.6馬赫 然後他也想說 其實也已經過了台中了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萬賴俱進 因為超音速 你也聽不到什麼聲音 但是因為畢竟你是在同一個系統裡面 所以他突然聽到後面 砰的一聲很大一聲 他突然聽到後面砰的一聲好大一聲 他說嚇一大一大跳 然後接下來所有的指針就通通歸零了 發動機的指針就通通歸零了 好那這時候他要做一件什麼事情 當然要開始重新啟動 就按照這個程序啟動 一次兩次不成功 而且因為我們也知道F1是翅膀短 翅膀短 所以他的滑空比就很差 所以他飛機高度就掉非常快 然後最後他其實已經到了 我們講就是說 我們通常講說英文他會講說deck 那個below 那個小鏡鏡 watch the deck 就是deck其實意思就是 彈射下線 對彈射下線 其實也就是當時 可以說是因為在山區試飛 他這個安全下線 他已經快接近大概差不多1萬英尺左右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就要決定要準備要彈射 好 那 校偉哥 我們這一集先講到這裡 我們保留精采的到下一集 所以請各位觀眾 下一集再回到我們的 校偉彈君士來聽 這一段精采的故事 來聽校偉講腰動事 不是很校偉 請幫我們分享訂閱按鈴鐺 打點名嘴我們下次見 按鈴鐺 請按鈴鐺 對 點 可以 看 吃